同盟山路旁的这块公园绿地目前长满杂草 不过远处可以看到两只高耸的烟囱 就是国定古迹中都砖窑场 市府养工处计划将红砖异象融入前方的公园设计里 抽取窑场不同时期的特色作为铺面和造景 旁边的唐龙砖窑场的部分 我们会纳入我们的设计就预留通道 让它去做一个串接 我们会利用砖窑场里面它特殊的砖块 一个铺面的部分来做我们原道里面的铺面 让大家去体验以前的摇曳的发展的新盛 另外过去爱河因为有着运送原木的便利性 因此在中都一带设置许多山木池 养工处也计划在公园内以微型水道的设计方式 呈现原木运送的水路意象 再结合木头特色地景艺术 成为好玩又有历史感的公园 是从南方运木材运木头回来在这边做一个加工 在这个整个萨玛底的渠道里面 我们会去做透过手法 去做把那个萨玛底那个水道把它保留下来 利用这个水域的流动 让小朋友知道说以前这边的环境是怎样 至于北侧靠近九如鹿桥的原有公园 都是致式的邮据 设施过于老旧 养工处在召开说明会听取居民的意见之后 将改建为供容式的邮据 大小朋友和青少年都可以有适合的邮据可以使用 社区公园是居民最容易亲近的休闲场域 市府养工处广纳居民的意见打造融入在地特色 又符合居民需求的公园设施 让每处公园不在一城不变各有特色 记者潘志光 赖昌邦 高雄报道